看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走向迦南的图画的话呢 我们发现了原来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 不仅仅是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这么一个经验 他原来就是使人给予我们的一个路线图 摆在我们的前面 其实也是充满了一个战争的 和充满了讨伐的我们的未来 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 他们发现神所赐给他们的印象 原来里面被外赴的人占据了 他们当中还有很多是巨人 民书记十三章三十二三十三节这么说 当时以色列人派侦探 就是奸细 到这个敌方去探测敌情 然后呢 探子当中有人回来了 他们说 我们所溃探之地 那边的居民 是吞噬别人的 他们的声量高大 我们在那边看到 亚纳族人 就是他们当地有个族的人 就是伟人 他们就是伟人的后代 伟人是什么 伟人就是巨人 据我们看自己呢 我们像詐母一样 他们来看我们 你们都是像 炸母一样 这几年来呢 在互联网上面 可以查到一些 所谓的 考古学家发现有 巨人的骨头啊 还有化石啊 木乃伊啊 这些报道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对吧 但是有一些当然是假的 有些是真的 有些是假的 但是我们其实不需要凭这些报道 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 凭着我们读圣经 我们知道 真的有过巨人 他们的存在 曾经让以色列人 丧胆 虽然是他们的家园 虽然上帝已经把 迦南地赐给他们 但是他们并没有拥有 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的人生 我们自己 就是神应许要给我们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人生 原先是被罪恶 被魔鬼所捆绑 但是我们得救了以后 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 依然好像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 那么的可靠 那么的善良 那么的稳定 那么的像耶稣 自己 这个其实 就是以色列人 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的发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